亲爱的小朋友,大家平安 我们有没有参加过宴会吃大餐的经验呢? 而我们思想我们的神正如何在款待我们呢? 今天我们请思想以赛亚书第25章 这一章应许我们神要在这山上除掉一切的羞辱 并且为我们预备宴席 尽管这个经文25章 前面提到了敌人会攻击我们 第四集有强暴人催避我们如同暴风支吹墙壁来攻击我们 第十集也提到了魔压人来的攻击 但是何等的奇妙,神要保护他的子民 并且让这些来攻击的人反而要敬畏神 反而要认识神,要荣耀神 强暴之国的神比敬畏你 神要改变,让敌人成为敬畏神的人 何等的奇妙,神亲自做我们的保护与拯救 我们四位来等候他,第九节他必拯救我们 我们避养他的救恩欢喜快乐 我们要蒙保护 并且神答应我们 神要除掉一切他百姓的羞辱 把亮光盼望赐给我们 神要吞灭死亡 直到永远赐给我们生命 神更要擦掉我们一切的眼泪 使我们得着欢喜快乐 我们要一起高唱神做王带来的祝福与恩典 这一章的要解提到了 在这山上,万君之夜花必为万民 用肥肝射百言习 神为所有的人认上了子民 敬畏的子民 射百言习 并且神已经吞灭死亡直到永远 主夜花必擦去个人脸上的眼泪 又除掉普天下他百姓的羞辱 使得神爱你爱我 为我们设立言习 除掉死亡 眼泪羞辱 让敌人反而认识神的大能 这是神的奇妙 愿我们敬畏他来认识他 我们来祷告 求主恩待我们 让我们看到神为我们摆设言习 除掉一切的死亡 眼泪羞辱 让我们得到你的平安与保护 谢谢主赐福怜悯我们 祷告奉耶稣的名 阿们